韓主委 比較期待是說韓主委能夠親自說明 不是說點了火 引起了一些風波之後的人就躲起來 他應該要出來面對 他到底怎麼樣能夠達到人口五百萬 既然四百萬是他的幕僚幫他解釋 那從兩百七十七要增加到五百萬 那這個不是既然說做夢要有膽量 那就應該有膽量要來解釋清楚 那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馬總統當時在講六三三 他還有這個保證 說假如做不到他薪水要捐出來 雖然最後跳票 但是韓主委開證監支票 那卻沒有任何背書保證 那當然會讓人家覺得說 他講這些話是慶財公公 所以我覺得韓主委既然 這個也到這個 那個也有人圍造這個山豐公的籤詩 但是我們台灣人的後道 舉頭三十有神明 所以假如能夠很清楚很嚴肅的把他的證件 跟他實現的方法講清楚 那這個才是選民關心的嘛 那不然的話喊口號 那喊久了以後真的會變成喊口號 你上午去三立開協調會 後來結果怎麼樣 是天寧委員去開協調會 我們本來一直希望說在十一月五號 那後來他又借故牽拖到九號 那現在又拖到十五號 那最後又變成十九號 我們是比較遺憾啦 我們本來是希望說能夠多翻幾場 那就一對一 我問他打他問我打 就兩個人直接支球對決 把政策講清楚嘛 那不然的話這種一再的閃躲 那甚至一直退拖到十九號 我還真的有點擔心說十九號他那天 他到底會不會來 講得有沒有效 所以是在有勸領嗎 我看到他們的代表所簽的這個承諾書 好今天陳其邁呢 當然是特別針對了對手陣營成這個 韓國瑜他的這個砰轟說 五百萬人的砰轟說 做出了說明 今天更是提到呢 接下來希望舉辦辯論會 他下暫停喔 希望在十九號這一天 這個韓國瑜他可以真的現身 一起來場辯論說明自己的政見